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的 填表寻医环节 嘉一助理小梅 会帮我们记录并梳理病情 首先我们一起来连线 今天的寻医患者 吴叔叔您是因为什么疾病 要到节目中来寻找好医生呢 我最想跟你讲的就是 心脏的问题 还有这个 我这个脑气管 比较细 我曾经有一度是轻微脑梗 我现在的症状就是 时不时的头疼 我想找一下心脏血管的专家 咨询一下的 给制制照 好的叔叔 这边我们已经帮您记录下来了 由于今天连线的患者 特别特别的多 我们这边要跟您断开连接了 如果您还有要完善的信息 就到微信公众号上 联系我们的嘉一助理好吗 好的好的 叔叔再见 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下一位 寻医患者 田先生您是因为什么疾病 要到节目中来寻找好医生的呢 他没查出来是什么病 没看出来是什么病 那有什么症状呢 症状就是我血腰出汗 这个孙心 肝脏肉它发肤 肝脏它发肢 还有这个血腰没劲 肉里边它就是 给侦察的样 我已经看了好几年了 都没出现啥病 但那个医症是 医症吃了三年 也没见好 也没见好 也吃不下啥病 早就这痰 痰出来了 痰症状 痰不出来病 好 我们共同来帮您寻找好医生 那由于今天节目时间有限 后边还有很多寻医患者 我们这边就跟您挂断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找医生 人做人事 好 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的理解 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下一位寻医患者 曲先生 您是因为什么原因 又到节目中来寻找好医生的呢 您好 我是因为那个 我父亲得了那个脑磨瘤 脑维术 还有脑疼死 通过 现家寻找好医生 这个节目 所以为我父亲 找一位脑部医生 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这几种疾病呢 近年 一月份左右 有点迷雾了 自己白动的 白失败的 反而 生活不能治理了 反而接我上医院 去做的 齿工证和脑体体 检查出来 当时在您确诊那儿的医生 医生怎么说呢 我父亲今年73岁了嘛 我还是不建议做手术 所以您现在就想找一位好医生 也是不想做手术吗 我现在我也不懂啊 如果要是说 手术要可以的话 就是能保证 手术效果好的话 我可以考虑手术 那我们也把您的信息 公布在微信公众号上 帮您来寻找脑科的好医生 来改善您父亲的疾病 好吗 好的好的 谢谢您主力 目前到节目中 寻找好医生的患者 非常非常的多 那由于节目时间有限 今天的连线 到这就要结束了 如果您有需要 想要找到好医生 想让好医生了解您的病情 一定要抓紧时间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填写寻医问诊表 我们节目组 也特别想帮助更多的人 但是您如果想治病 想上节目 必须得早点排队 早一点和嘉一助理联系 这样我们才能与您连线 帮您寻找到好医生 实现远程精准的治疗疾病 现在国家也在大力推进 互联网加医疗健康 在此我们也向全社会发出征集 希望擅长互联网医疗 和医学人工智能方面的社会人士 能够与我们联系 为我们大家搭建天下好医生 都可以使用的互联网医疗平台 让天下患者足不出户 就可以看到最好的医生 通过电视节目 寻找天下好医生 是一条公益之路 走到今天 我们经历了赞许 感谢 质疑 甚至是误解 但是在这条路上 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只要还有患者 没有找到好医生 我们就要一直寻找下去 我们相信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